张琪 我们先起来看 你常说投资要往 我们的产业趋势来走 趋势大环境就是这么糟糕 然后已经到了万六这个时候 那要怎么走呢 我给大家聊一个操盘的心法 也就是说之前有人打电话 跟张忠孟董事长 跟他要一个对联 他就写了一个常想一二 常想一二 就是人生不如意之事 其实是十之八九 其实有时候你要去想 成功只是一个旅程 你常常去想到 另外快乐一二的事情 其实你就有可能 会在心态上先平静 再冷静的再来照顾 十之八九一二是不错的 多多珍惜一二 决定人生生命品质的 不是不如意之事 而是常想一二这件事情 要乐观一点 二分之一 一二不是赚就是赔 当然这个常想一二 延伸到我的交易心法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进市场 大家都一定就是想赚钱 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 或者是说观众朋友 全部来举手说 你进市场是不是想赚钱 大家一定是手举着 可是想赚钱 还有一定要赚钱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认真去想 怎么样做才一定要赚钱 很老舍 不是在做落口令 一定要赚钱的人 才是真的要会手举着 什么叫一定要赚钱 我都一定要赚钱 跟我一定赚得到钱不一样 所以我要教你们 什么叫做一定要赚钱 你叫先求不能赔钱 先求不赔 先求不赃身再求疗效 先求不赔钱的第一个动作 进股是有可能不赔钱吗 有 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今天大家赚到 这是我不传的心法 就是先求 你这样讲我觉得很像诈骗集团 不是 不会 诈骗集团 请打诈骗专线 你才刚跟合作不是吗 拜托 没有秋庆也赖 不要再加了 申请 如果是诈骗集团 不是自投罗网吗 所以不会 第一个 你要借掉看到就买 听到就做 钱那么多看到就买 对 很多人就看到就买 想到就做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 你很容易就胡乱出手 巴菲特也讲 你知道人生作对 那么一两次决定 就很够了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你一定要提高胜率 提高胜率 一口单两档股票计划 就是我说的 长想一二 假如一百万只拿三十万出来 没有错 一开始就是我刚刚第一 第一part有讲说 你严控持股的一个水位 然后先想停损点 再想进场点 你开始要做到这个 其实很难 因为很多人其实看完节目 就很高兴 然后礼拜一一开盘 你们讲那么多股票 钱都不够买 因为总编太准了 这个蔚老师太准了 所以就把子弹射光 其实不是这样 例如说你看完了节目 你要认真思考 只挑两档 两档还要分三次买 然后假设你礼拜一要买 你当天只买三分之一 还要再分三次 什么意思 你开盘的时候是一个价钱 盘中是一个价钱 分三天买 一天又要分三次买 冰雪聪明 美貌与才智并壮 我以为你会乱讲 这题有那么难吗 我以为你会乱兜 好对不起 好我们接一块说 所以说你要开盘 盘中跟收盘 你有可能买在平均成本 就是你心已经很定了 所以你要减少你的交易金额 跟交易次数 然后分批进场 审胜出进场 对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说了 你是一定要赚钱 否则你就转台 一定要赚钱 才看我们周日趴 财经周日 这个心态要很稳 我就是一定要赚钱 通常看到股票上前 就觉得赶快去追 可是你其实只是想赚钱 你没有想后面的方法 我一定不能赔钱 你就是要谨慎出口 很好很好的机会 在出手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的 你出手的情绪 次数还有标的 还有命中率 全部都会中 你就会变成说 我是会赚钱的 而不是无头苍蝇 好像看多做多 跌下来不知所措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分批买 别人贪婪的时候 你也进来冲在最高点 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比他还恐惧 人家在漏尿的时候 你整个人都慌了 所以你开始会学会不赔钱 然后你慢慢的谨慎进场 会赚钱 谨慎进场会赚钱 就是想过 然后慢慢的审慎的出手 你的胜率 其实就不会是这样 因为过去的 你就有时赚有时赔 很怕错过机会 现在的你 请你先想不赔钱 如果买了又跌了 没关系 因为你还有两笔 而且你已经很谨慎很谨慎了 你就会慢慢的进入到 你是等待机会 而且你开始会获利 而且信心累积 就从我刚刚讲的 一口单两档股票开始 所以最后的结论 从事投资很多年的时候 你资深的赏户 在资深还是赏户 请你建立自己的看盘逻辑 跟选股的SOP 还有习惯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 也就是影响你赚赔的一个结果 OK 好 习惯 常常我们人生中最大的 最不好的情况就是 我们很习惯一些就有的方式 是的 所以找到自己的方法 等待正确的时机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口单两档股票 在这边就是常想一二 常想一二 OK 关键就是时机对的时候 看对压大报场 大概是这样子